这是大摆的小黑屋加5款白胶盲盒 每一款都设计的还挺有风格的 然后每一个的胶体都是有标注 每一款胶啊香型啊搭配都不一样 然后每一个都是送了这样一小袋颜料盒 颜料罐是自由搭配的 今天我想把这5盒全起一下 解压气泡胶 这个解压是缓解压力的解压 也是解压文件夹的解压 先来看这个无忧卖穗 是肉眼可见的皮皮糯糯 然后质地也挺清新的 欧拉身性也不错 这个系列做的还挺漂亮的 这个小盒子也不显廉价 就整体风格搭配的还可以 这个是精灵秘境 哇我很少在泥里面闻到 质子花香味的香精 我觉得还挺好闻的 它质地搭配挺棒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 我好久没有在市面上买到绿涂胶了 是只有你一泡订那种 大号双子才能定的 有个吸发盖的味 吸发盖 我看有人经常有人说 这个东西无聊 说玩这个东西无聊 玩这个东西的人也无聊 这个东西也无聊 朋友们你要相信 无论是一个产品 一个食品 世间万物 都是我们人类赋予的它意义 就是说你只要开开心心的玩 把它玩出花样来 那就不无聊了 无聊的是东西吗 无聊的是你 晚安睡莲 这个味很香甜 但是多少带点臭 前三个都没有 这个多少带点臭 但这个是最好闻的 我闻着是有一股茉莉的味道 哦百合呀 我老是把这个百合香情 跟茉莉香情搞混 但是我闻着确实是有点 那个茉莉蜜茶茉莉花茶 那个味道 你今天看这个无聊 明天看那个无聊 当如果有一天 你看世间万物的无聊 学后朋友们 那就出事来 那出大事来 那就坏了 那就糟糕了 人生不就是在无聊的 慢慢人生场合中 自己找一些乐子吗 这个是牛木 我好喜欢牛木 落日小气 枸杞与雪橙 只为到了橙子味 没闻到枸杞味 然后打开这些小颜料袋子 配上去吧 水泥和沙土是没有感情的 但是人类把它做成高楼大厦 一盒又一盒的颜料 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人们把它化成了 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 德马西亚 爱欧尼亚 一会我要玩游戏了 换河再闭起 生活漫长又无聊 不就是因为身边 多了一个有趣的我 它这个不光是混泥 还能混颜料和幻彩粉呢 下去吧 这混出来的是什么事啊 世界名画 高楼大厦 爱欧尼亚 德马西亚 我的废话 为什么有人觉得 万事都很无聊呢 万事都很无聊 是成年人的标配吗 不 是你不热爱生活的表现 抽象起来了 朋友们抽象起来了 有时候我的开心 是被我自己感染的 就是我自己会很开心 我看待一些人和一些事物的眼光 就会变得温和起来 整个人的心灵也会变得温和起来 然后这样就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多好呀 多姿多彩的生活 忙猜一个绿色 去约队是绿色 买定离手 我要开始了 哎 呀又甩到妈妈的墙上了 慢点甩因为有闪粉 变成了非常正统的混泥色呀 我们称这种灰绿色 稍微带点红 泛着诡异的光泽 称它为混泥色 分两坨起啊 要不然太重了 也可能都是起的不全面 分两坨 哎 算了分四坨吧 还是有点沉 没被你打得很低往前走 往前走 我回头 雨下正眼 我的爱一出 就像雨水 也都CARD 一首呢那么厉害 帮你一杯 那样的红颗 也能满足的一首 BABY DON'T CRY I DON'T BOMBERGE IN NAMY 坐像 坐像我的副架 带你去高楼大厦 带你去爱欧尼亚 这没啥效果呀 这全起也不是很大呀 我怎么感觉我平常起的200毫升的 也能起这么大 它这个胶整体它真是密实了 不太好起 你坐像 坐像我的副架 跟我去爱欧尼亚 带上世界迷幻 带上你的高楼大厦 像月球表面一样 像发酵的差不多那种面包配一样